是伸縮變換 就是說以圓點為中心 那它那樣的伸縮變換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個R00R 這樣子的一個方針 那麼R大0 那線性變換 S會把平面的圖形相似伸縮了R倍 那如果R大1 那它是放大 如果R接在0跟1之間是縮小 R大1就不變 那我們可以來看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R當然可以 這個S可以把R提出來變成 R乘上單位矩陣1 0 1 所以R其實長這個樣子 那當你有一個新的項 比如說有個點 這個MXY的話 那它經過S 那S就是R乘以I 所以可以變成R乘以I 那我們I是單位矩陣 所以跟這個M相乘還是M而已 所以這個I的不見了 所以等於R乘以M 意思就是說把M這個整個乘以R倍 這個項量或者這個矩陣都可以乘以R倍 好 我們用實際的例子把它寫出來 就是說有個點XY 經過這個S變Y 它的X的錯標會會乘以R倍 然後Y的錯標會乘以R倍 那如果R是大一 那它就會放大 小一就是縮小 如果等於1 那就是還是原段的點 變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伸縮變換A的情況 那還有一個伸縮變換B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那它是按照X軸是伸縮R倍 但是Y軸是伸縮S倍 剛才是兩個都一樣 都是R倍 那現在RX跟Y它伸縮不一樣 那不一樣的話 X的 就是這個上面是R Y的是在這底下S 所以是這樣 R0 0 S 那它就會把X的錯標 或者X的向量伸縮R倍 Y的錯標伸縮S倍 那大於1當然是放大 介於0跟1之間是縮小 等於1就不變 跟剛才是一樣的 那我們把XY放進來看一下 會得到RX加0Y 所以RX 這個是0X加SY 所以是SY 好我就說 XY經過這個變換之後 它的X乘以R倍 Y乘以S倍 那所以這個 X勝出R倍 Y勝出S倍的 是R0 DX 這樣看看有沒有